先選最熟悉的皇帝舞好了 皇帝舞 準備五分鐘倒數 請鎖定 在哪一個朝代大臣 在和皇帝上朝參拜的時候 竟然要以跳舞的形式來表現 A 魏晉南北朝 B 唐朝 C 宋朝 我的答案是唐朝 請鎖定 這個不會笑出來嗎 這個 啟稟皇上 我認為這個是情婦 是這一類的 你會笑出來嗎 不是那樣子的 不是這樣子 其實唐朝有國歌知道嗎 唐朝有國歌 不是三民主義 就秦王入正曲 怎麼唱 你會唱嗎 不是 五月天不是有演過嗎 就是他們不是有編過那個 秦王入正曲 現在就入正曲 唐朝的時候很流行這種樂舞 而且他們還是自帶BGM的 每個人有自己專屬的 那個秦王入正曲 就是李世民的BGM 真的假的 真的 一開始本來是小型的舞蹈 但後來就演變成64個人 對 光昌舞一起跳 而且因為周邊的國家 都來唐朝拜訪 所以日本跟印度 今天都還有人會跳 日本的能樂 不是有那種 能聚 能聚那個 那裡面就有 秦王入正曲的那個 而且戴面具就是 以前不是有個藍陵王嗎 有 其實秦王入正曲 是從藍陵王入正曲開始 他是第一個自帶BGM 上戰場的人 你要不要換個 洋裝在那裡 你解釋得比他還清楚 要是 唐朝他答對了嗎 恭喜答對 好 我們在過去看到了 這些對皇帝叩拜的方式 大家會覺得 三櫃九寇應該是最隆重的 但事實上 三櫃九寇大理 是到清朝才開始有 那在中古時期 最隆重的方式是 再拜雞首 不過在唐朝的時候 在跪拜的當中 還要加入跳舞的方式 而且這個跳舞 除了聲歌不瞪腿之外 你還要高呼萬歲 要說萬歲萬歲萬萬歲 表現得越激動 才看得出來 你對皇帝的忠心 而且這些只是在 這些漢民的這些大臣裡頭 對皇帝表達忠心的方式 如果是其他周邊的游牧民族 要來向天可涵 來進貢的時候 他們還有另外一種 捧足袖靴的這種叩拜之禮 他們會跪著 跳完舞之後 再到這個皇帝的旁邊 捧著皇帝的靴子 然後用鼻子去 紋他靴子的這個地方 就表示我對你 是非常的崇敬的 所以這看得出來 在唐朝跪拜的方式 跟現在是非常不一樣 戲劇情節為什麼沒有看 可能很難演 不過你可以想像一下 楊貴妃故事裡面 不是有個安璐山嗎 不管是什麼版本的楊貴妃 安璐山都是會跳舞的 所以就是哏 他的哏就在這裡 唉唷 安璐山不是只會伸爪子嗎 不是喔 他是那種大胖子 還很靈活 這才厲害 有沒有請問一下 請說 安璐山跟董卓誰比較胖 誰 如果是合理的 你真的知道 我真的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 大概誰 當時要安璐山 安璐山比較胖 不懂說 不是稍稍三天三夜嗎 安璐山有很多實際的記載 證明他非常胖 怎麼形容他 比如說他可以把馬騎死 真的啊 歷史史料上面有說到 他騎掛了幾匹馬嗎 黃帝特別在送他馬的時候 要別人選 不要丟臉 就是說 安璐山騎死馬是很常見的 所以黃帝說要送他馬的時候 特別交代下面的人說 你不要送一些 很快被他騎死的 讓人家看不起我們 你要送一些能彰顯的場面 還有 黃帝幫安璐山訂製的 豪宅別墅都特別交代 要把桌子 椅子 碗筷都放大 就是巨人版 你可以想像一下 相撲選手的那種感覺 OK 這些有真的記載 那董卓就沒有明確的記載 所以如果你問的話 那當然是他路上比較胖 因為當時的歷史老師 告訴我們董卓 他死了以後 點了個燈油 可以燒三天三夜 那個故事 在董卓死了以後 三四百年才開始流傳 跟他同時代人 都沒有人這樣講 所以那純粹就是 自己編出來開心而已 那個黃帝男朋友吧 黃帝男朋友 兩分四十八秒準備倒數 請注定 哪個朝代的皇室最負排斥同性戀 B 請鎖定 說實在 合理多 比較好 合 比較好猜啦 爭官之治 唐朝 唐太祖 唐高宗 對不對 漢朝更別說了 漢朝眾禮教的 所以魏晉南美朝是那種各個 各個 要繽紛的事物 就是很多 國論文化 對 各種文化衝擊的時候 可能性大一點 有誰懂歷史 你不懂歷史 魏晉南美朝流行玄學跟清盤 那個年代對性的 的意思其實還滿亂的 其實是滿有 還滿多雜交的 可是我覺得 C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有個電影叫唐朝 奇力男嘛 對耶 唐朝豪放女 對耶 唐朝看來也是很奔放的 男男女女的 但是如果會變成體材的話 代表他不多見 魏晉南美朝真的不排斥同性戀 而且每個皇帝都有男朋友嗎 請指教 難道真的是唐朝 對 來 告訴我們 正確答案其實就是 漢朝 而且在漢朝你應該很難想像 幾乎每一個皇帝 他都有男朋友 從我們大家非常熟知的 漢高祖劉邦 他就有男朋友 一直到西漢的最後一個漢愛帝 每一個都有自己的男寵 當時南風非常順行 而且漢愛帝的男朋友 大家最為熟知 他叫董賢 當時漢愛帝曾經跟他兩個人 一起在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 他要上巢了 那因為捨不得把這個董賢 給吵起來 但是董賢又剛好整在 他的衣袖上 所以他就拿件 把這個袖子給割下來 所以後來我們說到了 同性戀我們就會說有斷袖之癖 就是出自漢愛帝跟董賢的故事 戀童歷史 三分十六秒 請注定 根據取料 古代哪一個皇帝有戀童癖 A 王瑪 B 隨楊帝 C 宋徽宗 快 太簡單了 B 隨楊帝 請鎖定 請介紹 我們來告訴大家 隨楊帝 楊廣的事件 你可能會覺得非常的誇張 他的後宮裡頭有120個美人 供他天天玩賞 而且他在後宮當中 他還會要求宮女 通通都得穿開擋褲 因為他認為這樣子來靈性 最方便 連脫衣服都可以省 那他變態到之後是什麼程度呢 他還有戀童癖啊 而且不僅玩小女童 甚至連男童都把他們帶進宮 他特別喜歡把男童綁起來 看他們那種又害羞又害怕的樣子 甚至還要畫絲 把他在俠玩男童的情景畫下來 讓他可以平常的時候供他欣賞 恭喜 好的開始 好 老師幫忙打Pass 萬歲爺歷史 請注定 由此 A 秦始皇 B 漢武帝 C 唐太宗 秦始皇 請鎖定 好 剛才他是不是提到說 皇帝舞那邊 在兩個參拜的中間要 邊跳舞邊上萬歲萬歲萬萬歲 有沒有 剛剛是不是這樣講 是不是唐朝 剛剛是不是有這一段 對 我有沒有晃過 他講的 對 然後解釋的時候也說了 在中間說萬歲問萬歲 對不對 那我可以改嗎 你鎖定 你鎖定 你鎖定什麼靈感 你什麼靈感 秦始皇是開始稱皇帝 萬歲爺 萬歲不是一個那個堅果點 我知道 他是萬歲牌 哇啦 來 請揭曉 果然不是秦始皇 正確答案其實是漢武帝 那在這個漢武帝呢 過去在史書上面有記載 他為了要讓臣子們對他更加的忠心不二 所以他編造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說他在初選的時候 山神跟荃山居然對著他高呼萬歲 所以他後來之後所有的皇帝也都自稱自己是萬歲爺 那其實基本上他會捏造這樣的一個故事 就是希望讓所有的人民都能夠更加的堅定 軍權神獸這樣子的一個念頭 不過最後呢 那是漢武帝當然沒有活到一萬歲 他只活了七十四歲 腳痠了 你又腳痠了 你又腳痠了 當時 當時 對 那後來是 現在變火鍋小丸子 火鍋小丸子 火鍋控皇帝 來 請 三十幾天是嗎 對 太難了 火鍋小王子應該知道吧 我的答案是B 原始祖忽必練 請鎖定 你笑什麼 因為用猜的 我不做我功 我哪知道 我哪知道 你冷靜 不要有情緒 不要有情緒 你為什麼不猜漢武帝 感覺這個漢人 漢人或是這個蠻人 在這個做菜 在食品菜肴方面呢 都會下很多的功夫 反而是這個在蒙古大漠 這個草原上面的 他們對於這種菜肴 可能沒有那麼精緻 最簡單的就是 鍋子來 下去火鍋吃 陳吉思汗是哪一炒的 原炒啊 你有吃過陳吉思汗火鍋店嗎 陳吉思汗蒙古烤肉是有的 是不是烤肉多一點 你有吃過陳吉思汗消不消不消不嗎 回答我 我是有吃過忽必練火鍋 你吃過忽必練火鍋 原始祖火鍋 你吃過原始祖火鍋 有加原始祖 有啊有 一年吃兩百多頓火鍋 其實你這樣講而已 你就這樣講滿漢有很多的名菜 對 幹嘛天天之火鍋 原朝就沒有 不是烤肉 就是 就是消不消不 消不消不 我是這麼猜啦 請介紹 兩題就被... 太難了 我認為是乾隆 來 告訴我們答案 沒錯 就是乾隆皇帝 他是非常有名 熱愛吃火鍋的愛好者 在乾隆五十四年的時候 他一年吃了兩百多頓的火鍋 而且他這個信之所至 會邀請很多宗師一起吃火鍋 一次會開五百多桌 都在吃火鍋 那到底皇帝的火鍋 吃得跟我們現在 有什麼不一樣呢 真的差滿多的 比如說他裡頭的肉 是放什麼野雞 或者是鹿肉 或是刨肉 就是一種小鹿 或者是一些羊之類的 那這個鍋 可能裡頭是夜火鍋野鴨 或者是鹿筋野鴨 跟我們現在其實不太一樣 那麼在乾隆 他訓味的那天 他辦了一個千手宴 邀請了將近六千個老人 大家一起吃火鍋 熄開一千五百個火鍋 這就在我們吃的象徵了 我們象徵我師父最有名 滿漢全息哪裡有火鍋 真羊糕 真熊 長真露眼 燒花鴨 燒竹雞 燒子餓 如豬如鴨 醬雞辣肉 酥花小肚 亮肉香腸 拿來火鍋耶 香 香 香 漂亮 還是要下去是不是 真是象徵念得好 讓我們感動了一下之後 也算死得起訴 麻辣鍋 2 2分3 4秒 請助理 停止 根據考證 好吃的麻辣鍋 最早在哪個朝代就已經出現了 A元朝 B宋朝 C清朝 我的答案是 A元朝 聽鎖定 妳幾乎沒有什麼思考耶 妳本來就知道是不是 因為蒙古鍋 蒙古鍋都是香料的 所以就覺得可能是元朝吧 宋朝感覺這些人都很深思 妳應該不想吃大吧 清朝都吃大煙 求大麻要吃水煙之類的 他在元朝 馬哥 告訴他 妳猜什麼 妳完蛋了 妳選得跟我一樣 我也覺得是元朝 但是自從乃哥的答案出現之後 我覺得我也是 沒進行啊 希望妳是對的 揭曉囉 沒那麼久遠 正確答案是 清朝 大家都知道 四川也愛吃辣 但是妳知道 其實是一直到明朝 辣椒這個東西 才傳入中國來 所以明朝之後 才有辣這件事情 那麻辣鍋呢 其實它的起源又更晚了 是照清朝末年 民國初年 才有了麻辣鍋 的確就是在蜀漢這個地方 就是蜀中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的四川 那大家都知道嘛 蜀中多瘴氣 所以呢 這邊的人呢 因為物資也缺乏 有錢人吃肉 沒錢人吃內臟 那他們在吃的時候呢 就會用這個鍋物的方式 加一些中藥啊 花椒啊 用這樣的方式來燉煮 能夠消除濕氣 去除瘴氣 也能夠比較健康 因此才有了現在的麻辣鍋 請注定 現在流行穿著的內搭褲 其實在清朝就已經出現了 請問當時的名稱是什麼 這出得好喔 B好了 這個出得好 什麼 B好了 B啊 小褲啊 確定喔 確定喔 請注定 真的不知道啦 很快事情就過去了 我是不是要回去做了 冷靜 好 你開始有情緒了 小褲 請揭曉 你答錯了 正確答案就是 半襪 那麼半襪其實就是古代在稱呼 內搭褲的一種名稱 而且不僅是在中國古代就有喔 其實在美國土著 他們也會穿這種 所謂的內搭褲 那其實呢 它一開始在中國呢 是在明代的期間 就開始流傳了 為什麼要穿半襪呢 因為當時的女性 都有纏足的習慣 所以你為了下面要纏足 你上面才會穿一個 沒有底的無底襪 歷史之中我們常聽到 君無戚言 其實是因為周承王 開了一個什麼樣的玩笑 A 封人為諸侯 B 選擇皇位繼承人 C 立妃平為皇后 君無戚言的典故 來自於周承王 B B 什麼 選擇皇位繼承人 先鎖定 開了 這感覺上像是周承 周承王要把原本是 這個 妾的小孩 身為太子 然後 這件事情 均無戚言說到做到 立皇位繼承人 這個事情不能開玩笑 因為 因為在周朝是 封建制度沒有辦法 封一個人為諸侯 他都是基於你的血緣 直接依照下來的 是沒有辦法直接封的 漂亮 要說到關鍵 聰明耶 他不錯耶 然後答案就是A 崩潰 B 他猜對了 切開了 不是啊 那難道是 正確答案是 封人為諸侯 所以周承王呢 他在登位的時候 即位的時候 他的年紀還非常小 所以一開始呢 是由周公來代為設政的 那因為這時候他年紀還小嘛 所以他就跟弟弟 屬於兩個人在西市的時候 他就拿了一片銅眼 然後就封屬於說 我要封你為諸侯 結果他一講完之後呢 旁邊的使官就告訴他 那這樣子你以後 真的要封他為諸侯喔 但是周承王就說 我們只是在玩遊戲啊 我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但是這個使官呢 就告誡周承王 你是君主均無細言 所以你必須要言出必行 所以以至於後來呢 周承王就真的把這個弟弟 屬於封在了堂地 那也因為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周承王一輩子呢 都是一言九鼎 每次做事都是言出必行 我選古代體育好了 古代體育請出題 唐少時期科舉提拔五狀元 除了又考騎馬射進之外 還會考什麼 舉重 B 孫子兵法 C 揍劍 我的答案是 A 舉重 請鎖利 猜的嗎 猜的啦 主要還是猜的 但是因為劍術這個 已經起碼射箭了 那 對於那個 那時候要選拔五狀元 一定是要升強體狀 像我們這種體弱多病的 就不可能去選五狀元嘛 力拔三合氣概式對不對 可能會要 比看誰的力量最大 像世界最強壯的男人一樣 另外是舉重的舉手 一個 兩個 恭喜妳有同好 妳有支持者 另外是孫子兵法的舉手 一個加我 兩個 另外是鬥劍的 年輕氣盛的都是要比鬥劍 代表我們比較年輕一點 陳亮瑜 我覺得 除了要會動刀動槍之外 可能還是腦袋要一點東西 武狀元 對啊 狀元耶 你只是一個 就只是一個 這樣子一個 傻蠻力的這種 怎麼可能會 來 過了啦 武狀元還要考舉重 而且得到了謝哲青的支持 看看是不是他害你 再記一下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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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強了 現在有陳雄為障礙了 在唐朝科舉呢 分設文舞 有文舉跟舞舉 那在文舉呢 文官舞 就是文狀元呢 就是當文官 那舞舉 舞狀元呢 當然從事舞的工作 那舞狀元怎麼選呢 在舞舉裡頭啊 就有分長朵 馬射 庭射 步射 跟俏官 那這個除了是在馬上射擊之外 我們看到長朵就是 長距離的射把 那俏官呢 代表的就是舉重 所以呢 這就是武狀元的硬式小子 謝謝 注定 三國之中的哪一國 曾因為乾旱下敬酒令 撕下釀酒是有醉的 A屬漢 B曹衛 C東吳 是屬漢 屬漢 曹衛 還是東吳 這哪知道啊 這要懂三國的這個 這個 我記得我好像有看過耶 因為乾旱下敬酒令 乾旱嘛 如果說你這樣子推論的話 乾旱的話 大概比較北方 比較容易乾旱 那北方就是曹衛的根據地啊 那蜀漢它 蜀漢 特別蜀漢 它大部分是在四川這邊 它是不太可能會有乾旱 比較少 那東吳更不用說 東吳是在江南 魚米之鄉 也比較少會有乾旱的存在 所以應該 所以應該曹衛他們比較 有乾旱 所以比較 所以我的答案是B 時間一直在走 我的答案是B 你回來 你浪費了三十秒 我應該先講 我再分析對不對 當然 沒關係啦 走不到那麼遠 夠了 夠了啦 就死沒出息了是不是 你分析得亂好了 應該是沒錯 直接揭曉 非常好 要花那麼多時間 來 是 是不是曹衛 是不是 加油 一彎走了沒有 走了 一彎走了 你比較高 我看不到 正確答案就是 蜀漢 在這個時候 蜀漢地區因為大漢 所以呢 這個劉備就下令 大家這個 所有民間百姓家 都不能夠釀酒 那這個時候 就有官員說 那如果不能釀酒 如果家裡頭查到了 有私藏 釀酒器具的人 該不該也要處罰呢 因此就抓了這個 有釀酒器具的人 這個時候 在這個蜀漢地區 有一個蜀漢的老臣 他叫做簡庸 簡庸這個人不拘小姐 很愛開玩笑 他有一次跟劉備 在路上走的時候 看到一對男女走過去 他就跟劉備說 趕快把他們抓起來 因為他們的身上 都有這個 行淫亂之事的工具 結果劉備就說 為什麼要把他們抓起來 他就說 那他們身上有這個 行淫亂之事的工具 不就跟有 釀酒器具的人一樣嗎 都可能會做壞事啊 所以一定要把他們 抓起來處罰 那劉備聽完以後 就哈哈大笑 他用一個非常幽默的方式 幫助了 有釀酒器具的人 可以逃過牢獄之災 好可惜 黎薑餅就差了一小步 哎呀 選個 奶茶 奶茶吧 因為我 為什麼那麼喜歡奶茶 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沒有 就是大家喝咖啡會醒 可是我是喝奶茶會醒 每天都一定要喝一杯奶茶 無法奶茶 請出題 李玉士 中國古代就有奶茶 請問當時的奶茶 會加什麼調味 A 鹽 D 糖 C 薑 什麼 我們的答案是 A 鹽 請鎖定 你有喝過薑汁壯奶嗎 沒有 澳門耶 我沒有 真的沒有喝過耶 只有 澳門那邊最有名的就是 薑汁壯奶 真的假的 好好喝喔 Teddy Fighting 請介紹 好 古代奶茶它的發育的時間 其實是在唐朝 唐朝茶葉傳入了西藏之後呢 過了不久 西藏人他們就發明出了酥油茶 那這個酥油茶就是古代的奶茶 而酥油呢 就是從牛奶當中提煉出來的一種奶油 要煮這個酥油茶的方式 其實還滿有趣的 它一開始是先泡茶 再加鹽巴 最後再加入酥油 但是為什麼要加鹽巴喔 其實有可能是因為呢 跟唐朝的時候 他們的唐朝古代人 他們在喝茶的時候 會在茶裡頭加點鹽巴 有這樣的關聯性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呢 當你在茶裡頭加了糖之後 感覺喝起來會比較甜膩 但是呢西藏人 他們還是有一些 維持身體機能的需求 所以加入一些鹽巴 不止解膩 還可以維持身體健康 找一個比較近一點 婚禮習俗 婚禮習俗 你有兩次婚禮 我為什麼找你當伴郎 可能因為他們 不曉得 找我去沖洗吧 覺得我是需要洗洗 找你去沖洗 不是 找我去沾洗洗 我找你去沖澡比較快 找你去沖澡比較快 請出題 結婚之所以會送喜餅的由來 傳說中與三國哪位 人物取新有關係 董卓曲貂蟬 B 劉備娶孫權妹妹 C 曹操曲辮夫人 我的天啊 董卓曲是貂蟬 你隨便挑啊 都會對的 我的答案是 B 劉備娶孫權她妹妹 請鎖定 注意喔 你要注意看我說什麼 你為什麼猜她 其實很簡單 簡單 都姓劉 什麼 不是 不是 因為這一題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找一個 跟我比較有關係連結的嘛 對不對 對啊 你說得太合理了 對啊 因為都姓劉 是 董卓不熟 曹操是誰對不對 對 來 請 謝謝 你看嗎 我看嗎 我隨便選都對 你看嗎 真的 你有充喜嗎 我的天啊 你有充喜充到耶 天啊 這是一個 玄妙了這個 沾喜氣有沾到 祖先又有保佑 無知心靈 你就會有個答案跑出來 真的妙啊 感謝 來 為什麼跟劉備有關係 告訴我們 相傳在三國時期的時候呢 這個當作劉備啊 把鄉孫全來借金舟 但是有借無還 讓孫全是大為光火 所以呢 他們心生一祭 就是假意 要把妹妹嫁給劉備 那希望因此呢 把劉備可以留下來 當作人質 再把金舟給奪取回來 但是呢 這個計謀被諸葛亮給釋破了 所以他就告訴劉備 我們要把這一齣戲弄假成真 他們就找來這高炳師傅啊 做了很多龍鳳城祥圖案的喜筆 廣為發送 把這件事鬧得 整個東吳的百姓人盡皆知 到最後呢 連吳國泰 也就是孫全妹妹的媽媽 孫全的媽媽 也知道這件事情了 所以沒有辦法啊 只好真的 就把孫全妹妹給嫁給了劉備 所以因此這件事情呢 到後來還衍生出另外一句 大家很耳熟能詳的話 就是陪了夫人又折彼 我的答案是 唐玄宗與楊貴妃 請說定 是猜的嗎 是猜的 那妳不猜霸王愚姬喔 妳不猜梁柱喔 感覺朝代就是唐師開始嘛 所以在天作比鳥 在意願節連禮之 就選個唐朝的皇帝好了 妳覺得他是一個詩詞 上下對葬 對 所以應該就是在唐朝的時候 對 這邊有人有答案嗎 我原本也想選B 也是想說唐師 然後七言絕句 可是剛剛主播一講完七言絕句 然後 誠哥妳說對仗這件事情 我想 這一句話不是對仗 它只是一個平常的排弊句 如果對仗的話 是每一個磁性要相對的 所以可能是兩三博一柱一涵 可能是後人形 哎呦 馬克 你的外號是不是叫柯南 柯南到了 完了 有別的說法 請介紹 給我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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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剛剛很多人呢 讀過白居易的長恨歌 對於這兩句詩詞應該不陌生 因為它就是長恨歌的最後的尾端四句 在天願作比一鳥 在地願為連禮之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後綿綿無絕期 說的就是呢 唐玄宗跟楊貴妃兩個人 最後天人永隔 但是相愛不能相得的 其美故事 請出題 台語強調南北大不同 南部腔是較為偏向中國大陸的 哪一個地區的口音 A 漳州 B 泉州 C 同安 漂亮喔 南部腔 我的答案是 B 泉州 謝謝索麗 漳州 泉州都在福建 是 雖然我不太理解那個地理 可是因為我知道 我媽媽他們那邊是從泉州來的 所以然後又是南部人 所以我就猜泉州 南部腔啊 媽媽是泉州來的 對 他們家族是從泉州來的 所以其他人都不曉得嗎 對不對 其他不曉得 泉州 無從考證就答泉州 來 告訴你 這裡來 南部腔是哪裡的口音 好 我們看到其實台語 可以分成四種腔 包括了南部腔 北部腔 嗨口Q 還有這個內部腔 那其實我們看到南部腔 就是以濁水系為界 以南都算南部腔 那它南部腔其實比較偏的就是 漳州的口音 而北部腔是比較泉州口音 南部腔聽起來 語氣會比較輕柔一些 由中國商務部 和飯店協會評選的 2018年十大中國最好吃麵條 由哪個特色麵得到了第一名 A 北京炸醬麵 B 武漢熱乾麵 C 蘭州拉麵 我選C 蘭州拉麵 請鎖定 你是不假思索的 對 你真的知道嗎 我 你吃過熱乾麵沒有 武漢熱乾麵沒吃過 北京炸醬麵吃過 你不會拆北京炸醬麵 因為北京炸醬麵比較普通 蘭州拉麵 如果你到甘肅去 行銷全國 你可以看到蘭州拉麵養活了非常多人 它就可以賣蘭州拉麵 就可以賺很多的錢 可是北京炸醬麵 你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店 它專門只賣一樣北京炸醬麵 可是你可以看到 從甘肅到台北到全世界 很多的麵店它只賣蘭州拉麵 中國最好吃的麵條 是不是它 請你介紹 不是喔 那你剛剛分析的 我剛剛分析的我很感動 又來了 對啊 你剛剛分析到我最又餓了 好 我們要告訴大家 第一名就是武漢熱乾麵 那中國十大麵條裡頭的前三名 分別是武漢熱乾麵 還有北京炸醬麵 第三名是山西刀削麵 再來第四才是蘭州拉麵 那這個武漢熱乾麵 它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其實在武漢呢 這個是他們幾乎在早餐的時候 都一定會吃的一種麵條 它是用鹼水麵起鍋之後 加了一點這個芝麻醬 還有一些蔥花跟辣蘿蔔 味美嫁蓮 所以是武漢非常著名的當地手吃 全民心動略模範身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趕快來訂閱喔